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有感慨 我那天就看见有个微博 他在感慨 他说呀 这真是一个叫毁词不倦的时代 他很多很美好的词汇啊 在这个年代里都被毁掉了 他说比如说 我在生活里 我发现了一个女性 我想夸她 像《红楼梦》里的凤姐一样 又聪明又能干 但是我一想 这个词已经被另一个人垄断了 对吧 他说还有这个什么江南 这个词也很美 本来现在变成什么 鸟酥了 对呀 他说还有菊花 本来是很美的一个词 可现在在网上 你说菊花就变成什么了呢 所以他就很感慨 就说 很多诗意而优美的词 就这么被毁掉了 一个词的文化积淀 往往需要上千年 但是我们这个年代 一次流行就毁掉了 放心 我们最后还是记住了 王熙凤那个凤姐 现在这个凤姐很快就会没了 过眼云烟 对没说 虽然他最近考证出来说 习人为什么睡了那么多次都不怀孕 计划生育好 但是有一样 文字呢 文字呢 恐怕我们以前的文字啊 离我们慢慢的就远了 这个倒是 这个倒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电脑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将来 因为以前我们还是用笔嘛 就算我们毛笔字不会写 我们用钢笔啊 我们小时候也还学过什么柳公权 什么对不对 这个这个颜真卿啊 对不对 可是现在以后 以后我写的天花浪 出来的都是标准的字啊 我手写笔啊 你觉得在这个就是 中国的这个文字上面啊 我们啊 他记载着很多信息 可是这些呢 我都完全不懂 我这个很简单 就是我觉得美啊 你看啊 书法讲起来 这就班门弄斧了啊 咱们可以先看几张这个照片 我是想让你们对比着 有一个我的感觉 你看 我先给你们看咱们几个书法史上 这是那天咱们讲三国演义嘛 三国的时候有个叫中游的 中游写的这个字 见记之表 这个乾隆的三西堂啊 就是说王羲之的什么快雪 你再看下边 快雪石晴帖啊 这王羲之的快雪石晴帖啊 还有什么博远帖 但是实际上三西堂的第一名啊 还是中游的这个见记之表 这个字啊 王羲之都是学中游啊 练字 然后你看下边 这个是什么呢 甲骨文 咱们知道啊 这个阴虚嘛 就是下商周 这个商代的这个甲骨文 然后你看 就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这个文字 我为什么想看看这个东西啊 最近啊 我又去了趟这个台北故宫 台北故宫呢 现在有两个展览 一个是明代的一个一个 四大才子之一 就是祝允明 祝之山 祝之山啊 是个他们就讲 是个模仿大师 你就看他写 写王羲之 向王羲之 写颜真卿 向颜真卿 他给你简直是展示出 这个多彩多彩 而且他不光是模仿 他有他的这个这个气格 那么哎 然后我就想啊 这些大家见的多了 但是我就想啊 要不就追根溯源嘛 我不知道 我个人呢 在审美方面 有一个我个人的这个思号 当然也不叫思号啊 就是你们一般 我们一般说 就是说王羲之啊 这些人啊 可是你知道再早以前呢 就是转字吧 或者是什么 甲骨文 你知道实际上 从年代上来讲啊 有比甲骨文更早的这个文字 甲骨文大概是公元前十一世纪 公元前十四世纪的时候 有了一种什么文字呢 叫金文 什么叫金文呢 青铜器 青铜器上的这个名文 你看商代就有名文 但是字还比较少 而且主要以这个青铜器上 以足徽为主 到了周 就是上面名文就很多 所以人家台湾为什么说 叫拥有鼎啊 国之重器啊 毛公鼎 毛公鼎五百个字 就字最多的 这个名文 你知道过去啊 我们老是也老是欣赏 青铜器的这个美 这次我觉得 台湾博物馆终于满足了我一下 他们啊 开始做这个事情了 我从第一次这样有缘 我从第一次看到青铜器上面的名文呢 我就觉得太美了 我觉得有一种图案美 尽管你说后世 咱毛鼻写这个字都有各有各的美啊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这个金文 这青铜器上这个文字啊 虽然咱们一个字都不认识 对吧 但是啊 真的他特别美 我就想你把它踏下来 你挂在家里 徐老师我跟你说 我这比什么画都好看 但这这是我个人的浅薄的见解啊 但是呢 我终于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 他们现在开始出 他们说我们出这本书啊 这个画册呀 我们不注意 重点不是青铜器 我们就是让大家看青铜器上的名文 而且他们注意到了 不光是文字的意义 而且是教大家像欣赏书法一样 欣赏这个金文之美 于是他用了一种放大的技术 他把这个青铜器过去 盈盈绰绰的那个很小的 他放大了 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 就是他放大了之后啊 给大家分享 你们也就能领略到 他的这个图案美 现在你可以看看 我在这个画册里找到这么几张 你看这著名的散视盘 散盘 散视盘 来 你再看下面 他放大了 哎 漂亮吧 文道 你说 这个这个 像不像这个抽象画 这种这种金文呢 就是青铜器上啊 他刻在陶饭上 最后又又这个浇灌出来的 这么一个一个音文的 就是凹凹凹凹凹凹净去的 这种实际上你再看下一张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顶上的了 你仔细 你要放大了 你能看出啊 他有他的笔封 是不是 有他的这个排列布局 这种美 甚至你看汉字啊 他是一下实现了这个图像意义 几个东西 他都合在一起的美 你再看下边 哦 你看 哎 我就说如果今天哪个 这个什么后现代 现代派的这个这个艺术家 给你做出几个这个图案来 你也会觉得非常美啊 对 且不说他的历史价值 你说徐斌吗 徐斌做的那是印刷的那个 你再看下边这个 哎 你说这个漂亮吗 我不知道 别人能不能跟我同好 我 我觉得你讲的这种漂亮 我能够理解 但是我想说这种漂亮 跟我们后来看王羲之 看 你在看这个 你在看这个 这个 你实际上 你看他下边那个品啊 他这个毛笔啊 是有笔封的 这不是毛笔啊 不是 他最早是开始 开始是也是用笔写下来的呀 然后再刻呀 然后再交注这个青铜器啊 你看他右上角 那个文字 虽然咱不认识 但看出两个小鸟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多么有意思的一种 一种文字 但那个时候 其实就算用笔啊 商代就算有笔 来做这个 鲜鸟的这个作用啊 他也不是用毛笔 毛笔还是在后来才有的 这个我们研究过 他基本道理啊 大部分青铜器啊 他就要用这个 这个中国就是叫泛注法 就是淘泛 比如说 先这个在 你可能写在一个 这个这个淘泛上 然后他刻 刻的就鼓出来的 突出来的 突出来之后呢 然后他把这两个淘泛 放在一块 往里边倒这个铜水 倒铜水 最后他突出来的字膜 印在青铜器上 就是英文就凹进去嘛 所以你知道有一个成语 叫炉火纯青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青铜器浇注的时候 它这个铜水啊 要化成一个 什么程度呢 要青色的 是青色的 这个火候才好 青就是黑了 那个时候的意思 不是不是不是 青啊 你想有点带绿吧 有点带绿色的 有点像绿 就是这个青色 它就发出这个火焰 你看这个火水里面啊 呃呈呈现出青色 然后这就可以 浇到这个陶犯里面 去铸青铜器 所以这叫火候到了吗 火候最好 这叫乳火纯青 我刚讲说的是 你说这种美啊 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一般欣赏 书法的那种美 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或层面是不一样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比如说 像你刚才也讲 这个字 其实我们不一定读得懂 我们不是专家 或者我们没有特别学过的话 我们不一定读得懂 但我们就觉得它好美 那这个时候所谓的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是完全看图像 而且你看的美是集中在那种种类上的美 抽象的字体的美 但是当我们今天看帖 比如说看从王羲之到柳公权这些路上的帖 到明朝四大家的这些帖 我们看的不是这个层面的美 我们看的是什么 第一我们懂这个字 第二我们已经知道这一路 他们会怎么个写法 再看的就真的是能比较这家与那家分别 但是这些呢 你分得出来比如说作者的风格吗 没有 而且甚至连有没有作者风格都难讲 因为当时就算在汉朝的时候 我们今天说李斯写的多好多好 在秦朝的时候李斯写的多好 但是哪怕是到秦汉的时候 书法家这个概念都还不出现 他是没有这个审美自觉 到魏晋的时候 对审美自觉真的是到魏晋才有 所以呢 这个就像什么呢 就有点像比如说我去参观那种阿拉伯书法 阿拉伯书法也很厉害 是举世之名 就除了中国书法就他们最牛 而且因为回教徒是不能画画 不能画俏相 所以他所有的艺术创造能力都到了书法上 那我们去看那个书法 你说美不美 我们也会说很美 但是那个美就跟 就是就像你讲经文那种层面的美了 就是一种我们不懂他的字 我们不懂他们的分别 不懂他的风格流变 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他美 就是书法 首先是书 然后才是画 那么照这种情况呢 我们等于直接在看画了 常常有时候是一种美学误解 现在有的商店 比如像刚刚我记得 有一家那个餐厅啊 他就造了很多字 那个字是他造出来的 就像刚才那种效果 你一进去啊 你就觉得好像很有古典文化复兴的感觉 但其实他这个字都是他人为造出来的 没有这个字 就造出来 那就变成一种画 那个这样的一种美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有时候会形成一个风气 比方说我们以前讲过一个 我们现在到讲希腊的艺术 他必定是乳白色 就乳白色 其实呢 他现在你要讲现实状况呢 他不是乳白色 他也黑了 你比方说那个雅典上面的那个 他今天的情况 他跟罗马一样 他也是风吹雨打黑掉 他用一种激光的东西 把它整成乳白色 但是乳白色又不是他当初的颜色 因为当初的颜色 他放在旁边是五颜六色的 对 甚至很熟悦的 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葡萄山一样的 所以他为什么既不恢复到五颜六色 又不保持到现在的 那你就保持吧 你像罗马一样就保持黑吧 他要这个乳白色 就是因为在我们心目当中 从淡丁开始的古希腊的艺术 就是那种乳白色 这个就是一种审美的期待了 对不对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学问太深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太阳的力量让地球变迁 四季更迭 大规模的气流和洋流运动 带来万物巨变 也造就地球上伟大的野生动物器官 寻找食物和水源的旅程 长途跋涉的繁衍活动 使地球万物生生不息 讲述自然界每年发生的重要大事件 自然之旅 一年时期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 盖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中华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 无良春光灿烂 相醉人间 三千年 相醉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 无良春 他这个经文 当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 或者说可以想象 是写的最好的人写的 因为青铜器 当时是礼仪重器 那就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国家那就是战略储备 战略储备 就注一个青铜器 那是一个国家的大事 所以一定是最高的 当时的最高的工业水准 而且非常少 对吗 能在上面写字的 一定代表着 当时最高的水准 而且它有一个就是 所以你要是喜欢 你看的多一些 你就看出它有变化 就是说 你说它没有审美自觉 我说也可能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明显的可以看到 比如说 它一开始 这种文字就是象形 他们就是小鸟或者象形 可是后来就跟一切文字 发展一样 它发展到后来 比如到了商周之际 甚至到最后到周代的时候 这个字形开始向什么方向发展 分割空间 就是也就是再发展下去 就到了后来秦朝的这个小传 就是它离那个像鸟像猪 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远了 它如何规范它自己呢 那个时候它讲究的美 都有点像咱们说的传课 就是你放心吧 一个人总是想把它弄得更好看的 你看咱们有一些 我觉得有一些个原则 就是你看它这个空间的分割 比例 就比如说这有个空 书和秘 这你总知道吧 就这写的密一点 这写的空一些 它形成一个比例关系 这种东西啊 有美的东西在里面 但我觉得我不是说它不美 而是说这种美 是作为一种总体类的美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 就等于你说行草美不美 行草很美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 王羲之书法很美 那就不只是说行草很美 就像你刚才说的 那个希腊的这个乳白色 是文艺复兴时候创造的一种美学规范 一样 今天我们对青铜器的文化 那也是一个近代 中国人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观念 当初这个铜器是金光闪闪的 对 一定不是青铜器 对 青铜器是后来才变成的 但是今天 您要是把毛宫顶搞得金光闪闪 大家都觉得糟蹋了 对 简单了吧 亚历山大墓 你现在去看那个伊斯坦波尔的这里边 亚历山大墓 现在看是乳白色的 旁边放了一个是他复原五彩缤纷的 现在你要五彩缤纷 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这个审美这个东西复杂就复杂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 我们今天觉得这种文字的美 哪怕这个字我还不认识 但我总体上 哪怕作为一个话 我也觉得美 是 不对 文道讲的这个一定是对的 就是说 接受美学嘛 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觉得美啊 对吧 那你文革的时候写的很多大字报 你也可以现在拿来给我看看 我说那个不美啊 你那个字写的好看才叫美啊 对吗 你公审大会上也写人的名字 打个X那个 那我确实不能引起美感 那但是这个引起了我的美感 当然它的原意是什么 它原本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 你研究它 你能看出很多东西 比方说 它一开始在商代 它叫做什么呢 这个熊寺 就有一定的放肆性 但是后期转变呢 叫规整婉袖 就是这个字啊 越来越规整 而且这个笔道啊 到后来出现一种叫玉柱体 柱就是筷子的意思 玉柱体 就是说这个笔道都像一个筷子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它越来越规整 那个时候它开始觉得 至少它觉得这样更好 它在变化 甚至是你知道吗 有些这个字啊 写的都广州话叫没做 就散了 我看他们这个专家说啊 说实际上有些贵族的这个顶啊 这个字体的这个这个涣散 涣散啊 也能看得出来啊 这个到了东周末期 到春秋之内那个时候 奴隶组阶级走向衰亡 不是 这就整个就是反映出 可能有点这种 礼崩乐坏啊 或者精神不振啊 等等能够 哎 他们这么理 可是我我我我看这些东西啊 我首先都是非常唯物的来看 我尽量不做这种精神解释 来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健身养心必须对症下药 皮肤排毒要靠运动 学位减肥 让你神清气爽 经络通畅 身体才会健康 好感感冒药健康新概念 星期二十六 凤凤凰卫视中央台 颠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暖江 五井贡酒 我想说就是说 中国文字字体上 几次重大的变化 多半是跟材料 还有沟通的需要而演变的 你从竹简 从这个竹简到布 薄到纸张 这里面都伴随着 重要的字体的变化 那么到后来 凯书的盛行 主要是因为 反过来是有印刷的出现 那种规整的需要更大了 而且是四字的阶层扩散了 所以整个规范化 越来越明显 凯书是最工整 在一个格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真正影响字体变化的 往往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是物质 它用什么材料写 写在什么东西上头 那个东西的性质怎么样 然后它这个东西 写给谁看 有多少人看 它有多少复制的可能 这些东西会改变的 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 那目前就两个问题出现 第一 我们的汉字 这个简化字 是不是跟材料有关 完全是跟政治管制有关 所以就违反了 你刚才讲的 什么漂亮美学 很多原则 那个简化字 变得非常难看 对不对 第二 现在真的出现了 一个材料的变化了 就是现在这个文字不在纸上出现了 从诞生到最后消费的全过程 都跟纸无关 跟笔无关了 那它必定会对汉字的各种方面会产生影响 那这个有没有人去做深入的研究 我觉得这种课题 我觉得必定是很重要的影响 但是呢 其实我就自私的讲 这个玩意儿 谁吃亏谁知道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哎呀 中国的这个文字 曾经啊 它有那么一个美学意义在上面 有一种世界上 有一种文字 又看了意思 你看那个苏东坡 他们跟人写个信 又看了意思 又看了话 他长期得到美的享受 曾经存在过这么一种东西 但是现在分散 我父亲一直跟我说 他年轻的时候 就收到人家跟他说 汉字不灭 中国必亡 他晚年的时候跟我说 中国可亡 汉字不灭 只要汉字不灭 中国就不会亡 中国多少年来 这个东西都存在 国是一个政治体 换来换去改朝换代有什么 我们的汉字是不亡 汉字是在变化发展当中 跟现在的电脑字体 但我说的就是 过去手写的东西 它有一种美的含义 这个好像就完了 没有 现在还会进一步完 文涛 现在还会进一步完 为什么 因为原来印刷书呢 字体的选择有几百种 对 它也考究的 但现在全部变成手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歧视度 明明一种问题 对 现在已经会 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